派来100名年轻人 他们在现场要组成这个啦啦队 要欢迎陈云林到现场 也看到高雄左营镇 仿佛成为了两边唱歌的舞台 但你看看稍稍的情况 你看到现场这么拥挤 其实在现场可以说是更加的乱 因为现场紧张力 大概派出了将近有300名之多 现场不管是抗议的还是支持的 这项警力这项现场采访的媒体 可以说是有五六百人挤在现场 而整个整个过程 大概陈云林在十点的十几分左右 就已经搭上了车往港务局 要举行了简短这个座谈会之后 就前往一大用午餐 而今天下午的行程依旧是非常的紧凑 而这次警力维持的重点 我们今天小早之前也问到了警方 他们是采取了这个轮动轮点的方式 每个站点都用这种机动式的人墙 希望能够保护陈云林的安全 以上的现场真心情况 先把镜头交换给彭林 好的 谢谢财位 我们刚刚看到是在高铁站这边 非常的混乱 那么随后陈云林已经到了高雄港 目前正在听简报 不过他稍早的时候也遇到了呛虾 有人丢花 有人砸鸡蛋 现场交给记者黄小琪 小琪 好的 主播大陆海协会会长陈云林的车队 已经抵达了高雄的港务局 而本土社团今天一早就已经在香蕉码头 这里集结抗议 还有一边一国的连线成员 当这个陈云林的坐车一经过的时候 这些现场的民众是又砸鸡蛋 又是丢花来向陈云林呛虾 他们表示说今天是要沿入如影随形 要来跟陈云林表达台湾人民的心声 他们也准备了好几部的广播车 还用围离拉布条 包含了这个市议员郑新柱 和台南市议员陈云都来到了现场 而今天最特别的是 他们特别准备了大陆 因为现在大陆茉莉革命如火如土展开 他们原本是要买茉莉花 而后来因为季节的关系 改成了白色的波士菊 他们表示说现在大陆的茉莉革命 尚未平息陈云林却还来台湾 他们希望能够让这个陈云林 感受到台湾人民的这个民主诉求 我们现在先带你来看一下 这一段现场的画面 可以看到为了避免发生冲突 为了避免发生擦枪找火的冲突 警方是用人墙围起了警戒线 承用了第一道的借户 而后面还有郡马围成了第二层 而目前陈云林已经在港务局 来开这个简报会议 而现在现场的这些群众 他们是用静坐的方式 先把这个围离推倒之后 他们静坐在现场 就是要等待待会 陈云林出来的时候 会有另一波的冲突 像是目前掌握的最新情形 先将时间交还给台北方 好的 非常谢谢小奇 稍后陈云林会长出来的时候 恐怕又是一片混乱 谢谢大家